公路局台总线复原道瑞瑞安全景观大道的景观绿美化工程 计划沿线要种植88棵枯枯树引发地方的反弹 在4月8号邀请到专家学者和地方召开讨论会 出席的下面代表县镇中心的南区服务处还有立委助理等 从枯枯树它的名村、生态、天牛、虫害、威胁、文旦右树 一直到行车安全等面向都认为是不适宜的坚持反对到底 公路局选中苦练数作为台九县景观大道的行道数 引发地方反弹 公路局第四公务段段长吴敬祥邀请东海大学教授张景瑜一同出席来说服地方 我们最近一直在推这个植物一定要多样化 教授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简报说明苦练数种生态 而校村这一场协调会是苦练数介绍会的相待会主席陈辽安 除了表示名称不讨喜 植物多样化的植栽未能营造大景反而显的小夹子气 学者专家与公路局强调全台用苦练数当入数的不在话下 但向代表林玉梅则反驳地方风俗民情不同 鼓与公路局别重蹈覆车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什么黑白数啊什么对不对 但是老实说没有收集到任何一篇 就是说民众对于这个练数的抱怨 地理有前车之鉴 因而做了苦练数后来也不过相应的反对 到最后的下场是全部看出 因为有前车之鉴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考量说 你们中了这个练数之后 是不是落根年之后 我们瑞税也一样会遭到像玉璃这样的下场 如果地方的相应都会举例反对的话 另外官方与学者强调多样化物种植栽下 沿线仅种植88棵的苦练数 出席的地方人士则提醒 与苦练数相生的天牛 以及苦练数果落果可能造成的问题 要求公路局务必诊识 这里主要就是在种柚子 那柑橘类最怕的就是天牛 而且最讨厌的就是天牛 那你苦练数会让他们成长做种 对 而且你现在又大量种植 哇那天牛更开心了 所以这样会造成我们的柚能更头痛 苦练数在如果说在空旷的地方的话 种一颗两颗它长大是真的很漂亮 但是在马路上的话 它那个落果是很严重 它落果像刚刚那个图片看起来 那个落果真的是 它的那个结果真的很会结果 需要很大 它一掉下来 车子这样一块也过去 而且会脏乱 肚子会脏乱 肚子会脏乱 面对地方的忧心与建言 公路局第四公务段段长吴敬祥 则重申立场 当初台九县瑞随段安全警官大道暗度成仓 打坏了与地方的互信 现在警官绿梅化选择与可怜邪音相似的苦练数 更是惹的地方不爽 协调讨论会上与会的地方代表全面否决 也坚持反对到底 公路局第四公务段段长吴敬祥则表示 会将地方新生上传在意 记得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